在宫廟前面我们通常会看到的是歌载戏或者是布袋戏 但是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非常不一样 今年有法国乐团来演出 保安宫的宝生文化界今年迈入第二十二年了 三个月期间观众可以免费看到各种传统戏曲表演 今年刚好有三个法国乐团到台湾来进行亚洲巡回 就这样金髮碧眼的外国年轻乐团演奏给台下 有一点年纪的阿公阿嬷们听 而且最酷的是他们跟同台的歌载戏班借了锣鼓 用台湾的传统乐器为摇滚乐伴奏 头发卷卷弹着吉他的外国乐团 在台上唱着流行歌曲 台下举起手来跟着打拍子的 是一位位头发斑白的阿公阿嬷 这里是台北传统的宗教信仰中心 大龙洞保安宫的戏台 来自法国的三组年轻乐团 接力演奏清新流行的英文创作歌曲 青春能量感染现场不同世代的观众 其实我们也不懂 只是说他们的音力很好 歌声也很好 他们有那个热情来这边 我们就要给他们捧场 平常都是歌仔戏表演 然后今天有这样东西合并 我觉得很特别 然后他的那个乐器又localize 用我们的那个大鼓 团员向唱歌仔戏的音译歌剧团 借来锣鼓 融合东西方乐器 团员们也觉得好新鲜 三组年轻乐团 在欧洲 日韩和中国演出 这次由法国在台协会协助 进行亚洲巡回 有人首次来台湾 就站上这么特殊的舞台 我住在一边 我住在一边 我住在这边 我经常见到的 所以我认为了 所以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它是非常非常感兴奋的 很感兴奋的 非常感兴奋的 非常非常感兴奋的 也有很多的 也知道 我认为了很多 在这边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这种 这种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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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也讓年輕人也來參與 所以像這種很吸引年輕人的樂團 也可以來這邊演出 來打動這個年輕人的心 才能夠把一個文化紀元延續下去 傳統妙城文化與法國流行音樂 也創造雙方互相接觸的好機會